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Utome,歡迎回來,歡迎回來 今天要做的事情呢,其實呢 好像也不會太多了 今天老頭給自己的目標稍微少了一點 就慢慢做慢慢做,一點一點的努力的往上疊加 他就會變成很大很大一塊 像是各位有些提及的就是 老頭那個周遭的這些建築物可不可以修閃一下 修閃是需要時間的,你也懂的 那你也知道老頭最近在忙什麼吧 這我就不多說了 老頭最近呢,很忙很忙,忙著要去殺北歐神 所以說這些建築物就有點放到爛掉了 不過沒關係,最近老頭這個北歐神也殺的差不多了 近期內呢可能會開始做一些改動 我已經想好要怎麼做了啦 這我就不方便透露了,讓你們去猜一猜 不過這座山應該會動到就對了 然後呢會不會加蓋二樓呢 我也不好說我也不好說 然後呢會不會把飛行生物放在二樓呢 我也不好說我也不好說 阿那個秘密計畫會不會過幾天就完成了呢 也不好說也不好說 我好像把什麼東西都說出來啦 哎呀,糟糕了,劇透了 那那麼呢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呢 記得一樣走下角一個訂閱,右下角一個喜歡 或是下方留言 把影片分享出去跟各位親朋好友觀看 好不好 那我們呢接下來來到這個取名字的時間了齁 那其實說真的 取名字這種東西齁,我不知道還要不要繼續下去耶 你們會覺得還要繼續取名字嗎 因為我覺得 感覺每一集都參一個取名字 好像會不會占用大家的時間啊 我有這樣想耶 會不會大家不太想看這種東西啊 好不好,如果你們有任何意見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讓我知道齁 那取名字這些事情就由你們來決定了 如果你覺得這很浪費你們看影片的時間 那老頭以後就不取名字了 老頭以後自己取 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冰的啦 為什麼要叫冰的啦 如果不知道台語的觀眾呢 可以去問一下你台灣朋友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要取的 不是要取的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所要做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現在身上這些裝備 我們這個 工匠呢 已經可以學我們的AK47了 我們現在終於有槍槍了 那我們有槍槍的話呢 當然是拿來把玩嘛 老頭呢已經準備好這些東西了齁 我們的制式手槍拿出來了 我們的這個 這怎麼唸啊 奔 奔洞 是 散彈槍 這個唸 奔 好難唸喔 奔恩 奔 奔 念奔好了 奔洞是散彈槍 是不是要唸啊 唸錯了 糾正一下喔 謝謝 然後呢我們還有我們的AK47 欸我們AK47在哪裡啊 嗯 我們的AK怎麼不見了 我們的AK呢 會不會放在二樓 啊我知道我們AK放在這裡啊 對不起齁 老頭要測試這個AK可不可以改槍 結果把他放在這邊來了 好不好 我們先拿下來 稍微玩一下好了 之後再看他改動之後的傷害以及數據 首先呢我們來玩一下咱們的這一把手槍 這一把手槍他可以裝 這是什麼 可以裝消音 那可不可以裝 簡易 都可以耶 好啦 全部裝進去找什麼樣子 呵呵呵呵 按捏喔 欸射不到 啾 喔有喔 殺人於無形之中 有沒有看見 殺人於無形之中 喔哇有1642 要死我 殺人於無形之中 來我們稍微改一下槍管 唉唷還蠻帥的耶 我喜歡這樣的樣子 上面是金色的 第二種呢 第二種是 哇槍桶往前 好就決定是你了 這麼大一把 跟我剛開始早上睡醒的時候陰謀一樣 可以可以可以 來我們再來看看喔 槍拖 欸槍拖這樣顏色蠻屌的耶 有三條金色的橫穩 這個也不錯啦 可是我個人比較喜歡這種 有那種 對齊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用這個吧 然後他這些屬性是隨機的 老頭就不做 不做洗 洗隨機素質的動作 又浪費時間 這個各位自己 私底下自己去慢慢洗 洗好洗滿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彈夾 彈夾看不太清楚 變長彈夾了 下面多了一串 可是他現在不讓我看啦 不給看欸 算了 這個底座變得金色了這樣子 好我們就這樣子吧 這把槍蠻屌的 用火鼠 哇 紅槍 冰鼠 我們用毒鼠好了 跟我們身上這個金色還蠻混合的 來 讓我看看 哦 附魔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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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靜舞的一聲 噢 啾 會不會打到自己啊 自己恐龍沒事 耶 你看那下傷害很高喔 其實是因為這邊的是新手區的恐龍喔 防禦率都很低喔 你去打遺跡 那個骷髏遺跡的啦 還是什麼冰凍那邊的遺跡啊 都把幾十滴 幾十滴在跳的 所以說你不要覺得說 哇老頭你看這邊打三千多拿著去打遺跡啊 穩贏的啦 穩贏的啦 其實並沒有 馬上給你冰的啦 被怪物冰的 各位有沒有學到了 好像也不是這樣用喔 哈哈哈哈 不要學 不要學 不要學我 我都亂教 好啦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散彈槍的這個 樣子長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像跟一般的那個 簡易的散彈槍是一樣的 不過這次是裝六發 他是 呃 呃之前的是裝兩發啊 好傷害一樣是擴散型的 所以要貼近打才會痛 如果這打PVP的話呢 我覺得比較適合啊 就是近戰 P到一半的時候有沒有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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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打到一半之後有沒有 換換換換成那個 散彈槍立馬朝他近距離開槍 噢 戰力百分百有沒有 然後他好像可以裝被 瞄準鏡的樣子 散彈槍可以裝嗎 不行消音不行 不行 噢他可以裝這個耶 什麼聲音啊 我的我的我的手機 抱歉 噢他可以裝這個 噢怎麼會有一個 一個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擋在我面前啊 好像沒什麼批用 欸我們 哈哈哈哈 另外一隻雷龍 跑來我們這邊來了 有點小尷尬 應該是不會弄到他吧 我剛剛裝的是什麼 瞄準鏡嗎 不是 喔 手電筒啦 那個是手電筒啦 原來如此 好 來我們來改造一下 槍管一號 變短了 欸還蠻帥的啊 感覺變得更輕盈的 然後這只是加長型 加長型 整個槍管變長 好我們就用長一點的好了 老頭比較喜歡長長長長長的東西 好啊這是什麼 槍托 喔是彈夾 彈夾 彈夾 怎麼感覺沒什麼變啊 欸為什麼彈夾沒有變 是我眼睛脫窗沒看到是不是 欸他完全沒變了 好吧算了 好 再來是我們的槍聲 槍聲 唉唷 變得更輕盈的感覺 第二個呢 喔這看起來就稍微有點重炮 重炮的那種感覺 就是流彈槍的那種FU 我們選第一個好了 我們給它洗 洗高一點 喔有沒有穩定性提高了 嗯不錯 欸對還有顏色 我每時候忘記顏色 我們附什麼 冰屬性嗎 哇一次要40顆喔 太顆不了吧 好那我們就冰屬性 好不管了 剩下留著啊 剛好我們好像有屬性蛋 對不對 我們這邊好像有屬性蛋嘛 剛好配冰的 最後一發 啊你一發你裝這麼多下是怎樣 冰屬性蛋 啊 周遭還會有這種冰的光紋 好這些屬性蛋都是去撿到的啊 都是去那個遺跡撿到的 冰配火 冰火五重天 fire 會爆炸欸 以後打boss就用這個打了 絕對讚 哇塞 太誇張了喔 浪費子彈 把子彈用完了 我的天啊 還有什麼 好我們把這子彈射一射好了 其實看了還蠻礙眼的 其實看了還蠻礙眼的 挺礙眼的 好 因為沒有特別的作用啊 應該是說我完全不太想要用這些子彈 現在用不到啊 把他射一射把他射完好了 嗚呼 嗚呼 虐 虐動物 動保團體要來殺 要來追殺我了 呵呵 來來來來 我們來把玩一下 我都忘記了 我們要先試射一下 好 槍枝在購買之前 都必須試射 嗯 這些全部都被我們的活標吧 我們要不要來單挑一下我們的雷龍 如今有這麼強大的 武器傷害力 我就不相信 我們連射四百 呃 三百四十發 射不贏他 來來來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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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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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後座力欸 真的有後座力阿 我天阿 射死你~~ 我怎麼剛才打到一個300阿 是打到野外怪嗎? 嘟嘟你還幫我打死 算了 我們還是先強化我們的武器好了 這傢伙應該不會衝過來打我吧 我pen!!!不知不覺 子彈耗得超快的 我們剩下一百多發的 有沒有 改裝一下 噢 傷害有提升 還長得不錯啦 感覺好像有更 更加牢固這個槍管的感覺 這是加強槍管 準度又提升 這麼遠 AK47改成這個樣子不簡單 這個是我們的彈夾 彈夾容量上二 我覺得這樣有點醜 中間一條這麼粗這樣 還是原本的好了好不好 原本的感覺比較好看一點 槍身的話呢 二號 這是怎樣強化版AK47是不是 改造一 改造一就稍微比較小一點 這是 我覺得二號比較好看 比較粗 比較粗一點 好 我們就決定用這樣子 然後我們附魔呢 我們用火屬性 火AK有沒有看過 啊各位 火屬AK47 來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瞄準鏡呢 放上去 可不可以裝滅鷹 也可以裝滅鷹 哇 這個已經 屌到屌榨天了這一 一把 哎呀 那一隻雷龍呢 我的大肉把去哪裡了 三四三四三四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沒子彈啊 來啊 天不怕地不怕 我要報仇 這時候就有臉書密我 可惡今天怎麼狀況這麼多 抱歉啊 按掉了 射不死的感覺 怎麼手機又在那邊 今天真的很忙喔 繼續 消失不見了 不對喔雷龍的血至少有6000滴喔 我放棄 我覺得我會打不贏 因為四五千滴 我們換算一下我們剛剛剩下200發好了 頂多 頂多也打個三四千打不死 好放棄 放棄放棄 我們還是打這些弱惡怪好了 啾啾啾 有沒有叫那個有沒有裝那個消音管的關係啊 所以說 射下去的那個聲音很清脆 啾啾啾 好的這就是咱們的槍 咱們的槍 之後呢 後續七十五集 我們就可以開始學狙擊鏡 狙擊槍啦 狙擊槍 狙擊槍在哪裡 我看一下工業 狙擊槍好像是在 這裏 七十五之後 還可以學電鋸 超酷的 然後那些剛化玻璃的東西都可以弄出來的 之後我們用剛化玻璃來蓋一些東西 好的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這個槍支介紹完畢了 我們有件失琪老頭 想要做 這就是呢 我們要把我們風神翼龍的鞍 稍微做個替換一下 因為我們來到了75級 好 我們可以替我們的風神翼龍做一個平臺鞍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們來看一下齁 平 欸 打不出來 平 有沒有 我們終於可以讓他有個平臺了 好啦 上面還有寫裝備平臺的數量 是甚麼意思 是可以在上面放置的東西嗎 這個我不清楚 之後再來看看吧 因為我打算要在這個平臺上面蓋房子啊 好 到時候再研究 可是在蓋房子之前 我會想要先放那個 十字重弩 因為這個十字重弩以後要拿來抓岩石巨人用的 所以說我應該是先不會蓋房子吧 你身上一定有很多毛皮 登秋了 214 241 你算甚麼東西 蛤 蛤 毛皮拿來唷 蛤 我覺得我們會贏 他功力輸太慢了 我們終於可以戰勝雷龍大哥 不過我們這隻暴王的耐力稍微有點低 蛤 被咬跑 被咬跑了 別跑阿 我有誰啦 嘟嘟鳥跟劍形象 哇 殺掉了 還立馬爆身等 瘦多肉的耶 就是沒有毛皮 阿就是沒有毛皮 為甚麼呢 欸我們霸王龍等級好高喔 好爽喔 有 平臺上來了 之後可以在上面蓋東西 我們就在這個後面蓋十字弩 就可以抓那一隻 巨 巨石怪 抓 抓那巨石怪的話 我們必須要85等 我看一下好 鞍的部分的話 我們打一個鞍 喔這個 元素哥倫要80等 所以我們必須80等才可以抓 幽靈龍也得80等 那在這之前我們還有巨炎龍 還有地獄拳還沒抓 所以說慢慢來吧 我們真巨獸也還沒 因為我不知道長甚麼樣子 人馬精靈 魔法又也還沒抓 慢慢來 反正終於一天會玩完的 之後呢 這系列玩完之後呢 該抓的都抓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玩多人模式 有沒有 好吧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最後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現在要去找我們的 甲龍跟我們的劍龍 好不好 那麼廢話不多說 我們把這兩隻全部帶回來吧 Let's go 好啦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介紹我們這兩隻齁 那老頭呢 我們就把這捕捉的過程給剪掉 因為這捕捉的過程呢 其實太繁瑣了 然後這兩隻都是用餵食的方式 所以說捕捉方式大致相同 也沒有必要再把畫面搬出來的吧 所以說呢 我們就直接跳過那個畫面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來試試看這兩隻 到底可以幹嘛 據說劍龍呢 其實說真的啦 劍龍還蠻可愛的啦 眼睛大大的 水汪汪的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可能 這個製作 製作這個遊戲的人 喜歡劍龍吧 故意把這劍龍做得那麼可愛 據我所知呢 這個劍龍的 用途好像是採果石 然後跟這個什麼 批數好像都還蠻快的 可是我覺得這種太香色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我覺得是太多了 為什麼不噴噴一邊 唉唷了 唉唷 樹打下來了 就感覺它是一個綜合體 它什麼都能採 可是我覺得這個相似度 相似性太多了啦 因為如果與其 與其啦 要這樣採啦 我不如騎三角龍好了 三角龍 採的還更多一點 我覺得 好啊 它好像沒什麼作用欸 吸一鍵 吸一鍵沒什麼功能 右鍵沒什麼功能 空白鍵沒什麼功能 你只拿來裝可愛的花瓶 我懂了 我懂了 一語貫穿全文 花瓶 裝可愛 你只有外型加分而已 你的背琪為什麼不會發出閃電呢 你跟庫斯拉是不是 親戚關係 請你說清楚好不好 你不覺得它這個背痴很像庫斯拉嗎 我覺得還蠻像的 有庫斯拉的感覺 這就是我們的劍龍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去抓 它的地區在於 高山林地那邊 有點麻煩 高山林地 然後呢 我們在看一下這隻假龍 假龍的功能 假龍是負重 沒有 他被卡住了 敲死你 哇 敲六格 欸我被卡住了 我要打到劍心像 劍心像 表示生氣 為什麼不能動啊 hello look at me 我被這個擋住了是不是 走開喔 叫你走開聽不懂你 這邊生物越來越多了有點煩 啊可以動了沒 還是不能動 怎麼辦 哈哈哈哈 我們這隻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啊 他往怎麼是往前咬呢 這個做就不太對了吧 欸越咬越深 越咬越深 欸我這個劍龍 他劍龍想要幫忙 是不是 哈哈 劍龍哥哥想幫忙 但走路太慢了 我再來講 假龍應該是用他的尾巴去敲地板 用嘴巴咬土 這個做的方式不對喔 應該是用這個方式敲地板吧 他的右鍵是用尾巴攻擊 他居然是用他的頭去撞地板 一次是咬 六格 那這應該也可以拿咬岩石吧 然後C件有什麼功能 沒功能 這隻到底能幹嘛 岩石咬比較多 啊 岩石可以挖礦 可以挖岩石 喔有啦有啦看到了 如果這樣子我不能拿磚頭 倒你了還比較快一點 啊又是一個沒有用的東西 說真的這些東西 使用性其實不高啊 純粹又是抓來欣賞用的 更是這麼認為 如果你夠勤勞刻苦啦 你是要帶著他去挖礦 我是沒意見啦 只是很耗時而已啊 對不對 你要注意他的空間 他太大隻卡到那個系統裡面 你還要把他們侵入才有辦法移動 還不如我一個人進去算了 是不是 好吧這就是他們的甲龍 沒什麼太大實質的意義 總之我們都已經抓到了 抓到就是一個成就 應該是不會有人再叫我去抓他們兩個了吧 我覺得啦 好不好 好吧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下一集呢可能會開始改造我們的家園 我們下一集應該會把我們這個土地 或者是不管是哪裡 我們會稍微更改一下 我們家裡看起來越來越亂了 需要好好地整頓一下 好不好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影片的左下角有個訂閱 右下角有個喜歡塊 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再見面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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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兒 除了 會嗎 會嗎 對